你从哪里来啊 拿着好传统的东西 对 这是我爸爸的东西 我叫陈香华 我来自台湾 我来寻找我们在湖南的亲人 我的名字香 湖南的简称华 中华的华 香华 在爸爸取我名字的时候 就已经道歉了爸爸对家乡 所有的思念 那你一直生活在中国台湾 是 我从小到现在 我们都一直住在台湾的新北市 爸爸妈妈结婚之后 我们家有四个小孩 我排行老三 我记得在我小学的时候 爸爸偶尔会去接我 有一次爸爸去接我的时候 然后我们有个同学 就跟我说 香华 你阿公来接你了 我就很生气地对他说 那是我爸啦 是因为爸爸年纪会看得比较大一些 爸爸跟我差了48岁 48岁 那在回家路上 我就跟爸爸一前一后这样走 然后眼睛一直看着爸爸的背影 跟着爸爸走 然后爸爸也不时地回过头来 看我有没有跟上 然后一直走到家巷口的时候 我就小跑步地去牵爸爸的手 然后很傻叫着跟爸爸说 爸 你下次来又骑脚踏车啦 因为小时候喜欢给爸爸载 那时候牵爸爸的手 觉得爸爸的手 好厚 好温暖 我72年生的 在我出生的那一年 刚好是爸爸退伍的那一年 在爸爸退伍之后 就在家里开了一间小小的杂货店 爸爸就准备了两块黑板 大概这样子的大小 然后它一块就放比较高 爸爸自己写自己的东西 然后一块黑板就放 就是我们小朋友的位置 也就是在这个黑板上面 我第一次看到了湖南武冈 这四个字 湖南武冈是我们的家乡 那时候我就记得爸爸是 牵着我的手 我拿一支白色粉笔嘛 然后爸爸所放在我的手上面 带着我写湖南 然后一笔一画 一树一横地这样慢慢写 所以我从小就知道 我们是湖南人 家乡在武冈 爸爸虽然离开家乡久 但是他的家乡味 家乡菜他永远都没有变 还有他那个讲话腔调 我有时候就是在家里外面的巷子那边 跟邻居的小孩玩耍 然后爸爸总是这么喊我 爸爸就叫我 没有 吃饭了 没有 吃饭了 不 吃饭了 吃饭了 然后我们每一次吃饭呢 都会有一碗的辣椒 爸爸绝对是离不开辣椒 还有爸爸喜欢吃花生嘛 因为从小就觉得 邻居他们都有爷爷奶奶啊 外公外婆 可是我们就是没有爷爷奶奶 然后也没有堂兄弟姐妹 因为爸爸真的太晚婚了 我小的时候爸爸已经快六十岁了 所以爸爸可能当时认为我小 没有给我讲那么多 十岁左右的那一年 有一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 我忽然就好像听到 爸爸在哭的声音啊 后来隔天问爸爸 爸爸就说 他昨天晚上梦到奶奶 奶奶在他梦中 又黑又瘦 简直不像个人一样 爸爸看着看着 就哭得哭醒了 所以爸爸当时眼眶是有眼泪的 那时候我才知道 我原来在大陆 我有奶奶 我有一个奶奶在大陆 1949年的一天 25岁的爸爸来到台湾 当时爷爷和大伯已经离世 奶奶和二伯是爸爸最思念的人 在香滑的记忆里 爸爸会通过破旧的收音机 关注湖南的天气变化 喜欢望着远方 去回忆湖南的一草一木 从爸爸落寞的神情和背影中 他知道 爸爸真的太想嫁了 而在两年后 爸爸来到台湾整整35年 他们终于收到了第一封 跨越海峡的家书 我们终于在84年 第一次 我们终于收到了第一封 家乡寄来的回信 那时候回信里面 有一封是奶奶写来的信 我爸爸那天 高兴得不得了 非常激动 然后我也很开心 因为 哇 我的奶奶写信来了 我也很高兴 当时奶奶的信是这么写的 他说 看到儿的全家相片 娘 万分高兴 看到我多年在外的细宝面容 即位见面的儿媳 儿孙 孙女 整得活泼喜爱 要是能欢聚一堂 叫妈妈 叫奶奶 那就多热闹啊 加上你一家 共有31人 那就是一个大家庭啊 娘 没有什么奉告 送宅女 多读点书 保重自己 谨记 说到第一封信 爸爸真的是 感动了 我可以 我现在可以体会到 爸爸当时的心情 那时候真的很高兴 而且很兴奋 很期待很期待 然后在88年 爸爸决定回去探亲 爸爸会去探亲的时候 帮爸爸准备了一袋衣服 整整满满的一大袋 然后还有一些湿的饼干 还有一点点药品 然后爸爸还准备了一些小小的红包 爸爸在回去的那一个晚上 前一晚 高兴的睡不着觉 然后隔天爸爸一大早就出发了 大概是一个礼拜左右 爸爸回来了 我们很高兴爸爸回来了 爸爸回来的时候 带了一大袋 这么大的花生 若花生 生花生 刚好爸爸喜欢吃花生 那时候 那个花生很多 很重 提到那个袋口都破了 我记得是一个 面粉袋的那种菜籍 你就在帮爸爸整理东西的时候 爸爸就突然叹气 家人就问爸爸 怎么了 爸爸才说 原来啊 爸爸回去家乡的时候 奶奶早就不在了 没有看到奶奶 那那封家书 那封家书是 家乡的家人们 他们口述 然后请别人带笔鞋的 当时寄来的照片上的那个奶奶 也是他们请邻居来冒充拍的 所以当时听到的时候爸爸很失落 很失望 回到了故土 却看不到了父母的音容相貌 对 当时他们那上映的谎言 应该是不想让爸爸难过 怕爸爸伤心 八九年 八九年我们又收到了来信 有一封是我们堂兄 属于给我们子女的 堂哥在心上对我们说 我们虽然出生异地 但是我们有共同的祖父 祖母 故乡 故土 姐妹弟弟们 下次你们一定要回来 看看我们的故乡故土 我也不知道寄给了日月坛 多少的思念 我多么希望解除我们的摇摇思念 那一天将是我们最幸福的一天 你大陆的小兄弟沉满身 在读完这封信之后 我就觉得跟堂兄 跟家乡的距离 忽然拉近了 以前总觉得 是爸爸那一代的事情 但是收到这封信 读过这封信之后 就觉得原来在大陆 我们还有跟我们同辈的兄弟姐妹 后来父亲还回过老家吗 没有 爸爸在92年那一年 我20岁 爸爸突然生病 当时是重度重风 没有办法说话 言语表达 没有办法写字 没有办法吃东西咀嚼 半生瘫痪不能动 在那之后啊 我们就 再也听不到 爸爸用那浓浓的声音 给我们诉说家乡的情景 爸爸中风 没办法再说话 所以有时候想家乡的时候就看着地图 然后看着湖南这一块 湖南在这里 台湾在这里 就觉得湖南跟台湾这么近 几乎是一直线可以到达的地方 然后中间隔着台湾海峡 爸爸那种 想回家 四年家乡的那种情怀 我现在可以感受到 那几年我们是有想写信告诉亲戚 可是因为那时候还小我们又不晓得该怎么说 也不敢写信 直到 01年 那年我29岁 一大早 弟弟就忽然大声地喊 快起床 爸爸没有呼吸了 然后我就惊醒 就赶快送爸爸到医院去 那时候看到爸爸 觉得爸爸唯一 还有生命气息的是他 那胸口 上下起伏呼吸的动作 以为爸爸就回来了 真的以为爸爸回来了 直到三成之后 又是一大早 医院打电话 到家里来告诉我们 爸爸去世了 说爸爸去世了 爸爸就家里走了 爸爸就这样无声无形地走了 什么都不在了 爸爸可以回报他给我们的爱的时候 那只能就这样无声无形地走了 什么都没有了 也看不到爸爸的眼神 也真的感受不到 爸爸那温暖的手的温度 在爸爸去世后几年 我们就想告诉亲戚了 所以就去找信 但是那些信竟然找不到了 爸爸中风卧床期间 大陆的通信地址丢失 湘华一家也经历了数次搬家 所以他们和二伯 以及兄弟姐妹们 彻底失去了联系 翻看爸爸生前的照片 回忆和爸爸的点滴往事 29岁的湘华 从对爸爸的绵绵思念中 开始读懂爸爸的乡愁 或许是因为我们太想念家乡 太想念爸爸了 结果在去年 被我们找到这些家书 终于被我们找到了 那时候我在整理的时候 我一直以为 应该是只有家乡寄来的信 然后结果在整理的时候 竟然看到有几张 是爸爸亲笔写的信 这一封是爸爸在我们84年 第一次收到家乡的信的时候 爸爸当初的回信 爸爸写着 母亲大人膝下 7月1日接到来信 这时而日夜盼望了已45年了 终于如获之宝 所谓家书只千金 其实这几十年来 天天盼望的 又何只千金 何只是万金呢 还有一封 是之后几个月爸爸 写给奶奶的 他下面写着 母亲 娘 当我写这封信的时候 恨不得差次飞到你身边 痛快地大哭一场 因为儿 太想念你了 娘 哥哥的心上说 你每天都吃不下棒的时候 不知什么的 儿的眼泪 不由得直往下流 我当时看到 我的眼泪也直往下流 这些信 治理行间 充满了爸爸 对家乡 对父母这么的思念 还有泪水 爸爸当时在写这些信 这么想 奶奶 爷爷 就好像 我现在在看这些信的时候 这么像他一样 湘华带着信封上的地址 先后两次回到湖南寻找 却发现 老家的行政区化 发生变更 二十几封家书 是爸爸留下的一笔财富 因为他真正理解了 爸爸对家乡的思念 真正理解了 血脉相连 和故土难离 也真正理解了 其实 他们的肝 就在这一张一张的家书上 就在这一页一页的思念里 我这次来带了一颗爸爸 最喜欢的印章 这有两颗一模一样的 一颗我们留在台湾 一颗我带回来 印章上刻的是什么字 爸爸的名字 就是这个印章 如果 如果说我们可以找到亲戚 回家看爷爷奶奶 记住 我把这些东西 埋在 爷爷奶奶的墓里面 跟爷爷奶奶一起 爸爸回来了 爸爸朝思暮想的爷爷奶奶 就在这里 就像这些落叶一样 落叶总是要归根嘛 看了这么多落叶在这里 我觉得 我想要带爸爸回来了 我也归根 因为 爸爸的根也是我们的根嘛 然后 我又准备一个小小的玻璃罐 我想挖一点点土 爷爷奶奶 坟墓的那个土 我会带回去 我会带回去台湾 虽然 爷爷奶奶 还有 大伯 他们都不在了 可是我希望 二伯还在 二伯还在的话 大约是 九十五 九十六岁左右 我也希望可以看到 我们 那么多的 堂兄弟姐妹他们 这个香华是你爸爸 给你起的名字 是 香是湖南的香 华是中华的华 这个你父亲 不仅给了你生命 也给了你这么美丽的名字 海峡两岸 都是中国人 一家亲 所以我们海峡两岸 一家亲啊 血脉相连 我们都是一家人啊 对 是打断了骨头 还连着金的兄弟姐妹 来 走到舞台中央 谢谢 我们 看能不能给你找到 这一家人 谢谢 有请 有请苏东 陈湘华大姐你好 我是等着我 寻人团的苏东 我们看到了 你在等着我 用媒体平台上登记的 要来寻找 失散的大陆 亲人的求助 我们也很感动 我们是第一时间联系 多方资源 帮助您 展开寻找 我们来到了 你知道的 湖南省 武冈县 金城市乡 发现这里的行政区块 早已发生了变化 武冈县 变成了信集市 而金城市乡 规划到兽阳县 很难找到 当年的村子所在 于是 我们进一步 扩大寻找范围 横跨1600多公里 我们希望这场跨越 海峡两岸的爱心新人 能给您带来 想要的结果 加油 挡着我 请打开我们的 希望之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二伯儿如果还在的话 应该是 全是五六岁 那我们的唐兄弟姐妹 他们应该是 五十岁以上 没有回家落叶归根 没有带着我们回家记住 爸爸等我们的疑问 我希望可以把他完成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为人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带你一起回来 你又更好 32季与点赞 订阅 怎么是你一个人 香花姐 你别着急 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好消息 经过多方努力 我们是在湖南 邵阳 帮你找到了你 日夜思念的家乡 谢谢 谢谢 家人在哪 你爸爸在家呢 是三兄弟 爸爸排行的是老三 家里的爷爷奶奶和大伯去世之后呢 二伯就成了家里的大家长 他始终有一个愿望 就是寻找 并且把你们带回家来团圆 二伯呢这些年 一直有这个梦想 所以他一直在坚持着 他后半辈子戒了烟 戒了酒 就是希望能有一天能见到你们 但是我们还是稍微找板了一点 二伯坚持到了去年 他就是七岁 去年过世了 我的宝坚持得不错了 我也真想看到他 是我爸爸的兄弟 来 香花姐 我们给你找到了一张二伯的照片 有一点香 眉毛 鼻子 嘴巴 虽然家里的老人都过世了 但是寻找你们 并且团圆的这个重担 又传到了下一辈的子女身上 所以今天呢 我们不能让你失望 从老家给你请来了一个人 这个人你一定知道 满生 对了 三十年前他给你寄了信 对不对 你的堂哥 三十年前 陈满生 好歹我一写信 我们就是他 对 就是他 对不对 当年爸爸回乡的时候 也是他 当时才二十多岁 送你爸爸 送到了广州 送你爸爸回台湾 他代表全家人 来欢迎你回家了 我们迎接满生哥 好不好 来 我们打开大门 我们打开大门 冉冉冉冉冉冉冉 大门 confront 你找到你 面具 找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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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的最好 你们给我们 我好孝敬 接 案 Assim 船船 咦 还 你现在会在广州吗 没有 我在那个社区里 我知道你找我妹妹就回来了 找到就好 找到就好 不哭不哭 有像你的爸爸有 眉毛很像 变形也很像 也很像 来 香花拉着你买声歌 咱们回去 慢慢聊聊家里的事 好不好 我探兄妹 从小就没有探兄弟 我找到妹妹 找到妹妹 女生唯一有写信给我们歌 所以我对你印象很深 是啊 我找到就好 找到就好 来 这有当年你写给我们的信 你还记得吗 我走一下 你看你写的你的字 你的字啊 对不对 是不是你的字 对 是我的字 这就是我的字 这个是家乡 这个是我家乡 我自己我们家里种的花生 湖南 湖南种的 山叔不是我那年 他回家的时候 我们给他带了一带花生 对对对 我一路把他送到广州去的 然后他自己在广州又做火车 到深圳 到深圳香港 那时候你买声歌 就是扛了一大袋的花生 送你爸爸 对不对 回了家 因为很大袋很重 爸爸回去那个口都破了 因为太重了 对对对 很多 那是你们的爱 那是家乡的味道 对对对 今天买声歌这是 吃丽家乡的花生好不好 真的要吃 这是生的 这可以直接吃 我们的新的也吃了 我吃好 我要吃 我吃一颗 来 买声歌包给妹妹尝尝 对对对 家乡做的特别香 是啊 我们自己种的 很好吃 太好吃了 很好吃 家乡还有好多好吃人呢 等着你回去吃呢 真的 我要回去吃 其实这几年 我们一直也来找你 找你的全家 好 挥舞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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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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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